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花勺舞路透 迪丽热发飞两个万元包包 当众提裤子 细节见素养 9月19日 综艺花与少年舞出发路透曝光 秦海路 秦岚 新直磊 迪丽热发 胡仙旭 王安与一行六人出发去沙特 状态引发网友关注 先看二姐秦岚 165厘米的她还穿着高跟靴子 原本是逼近170厘米的身高 可因为穿着几乎拖地的大衣 个子压缩了很多 有种150厘米的既视感 秦岚一个人推着四个大理行李箱 在机场艰难地走着 但笑容却十分灿烂 三姐新直磊也帅气登场 新直磊当天的搭配很是讲究 以黑配绿为主 绿色背心和包包搭配黑色风衣和裤子 就连行李箱都采用黑配绿色的色调 实在太过讲究 再看新直磊装容精致 笑容灿烂 显然也沉浸在旅游的喜悦中 大姐秦海露打扮颇为低调 蓝色的风衣配棒球帽 乍一看没认出来 不过仔细看秦海露的装容也同样精致 和新直磊聊得很开心 大姐 二姐 三姐都已到位 自然不能落下四姐 这位四姐正是最受瞩目的迪丽热巴 迪丽热巴当天的打扮十分酷撒 上身是黑T 下面是嘻哈饭十足的牛仔裤 裤子又宽又大 还满是口袋 就连迪丽热巴上身都是拖地 但身形高挑的迪丽热巴 还是很好的hold住了 除了裤子时髦抢眼 迪丽热巴周身的搭配也很丰富 帽子 口罩 眼镜无意不落 手腕上披着外套 还戴着俩个包包 网游也扒出迪丽热巴这身穿搭 价格不菲 耳机七千多 裤子四千多 鞋子一千七百多 过万的包包迪丽热巴一口气 背了俩个 一身行头接近九万 可谓豪气冲天 只是让人意外的是 穿搭如此讲究豪气的迪丽热巴 当天居然是素颜出镜 和其他几位姐姐妆容精致不同 迪丽热巴当天的确是素颜出镜 虽然是素颜 还戴着眼镜和口罩 但美貌还是一览无遗 素颜生涂下 迪丽热巴的皮肤白皙光滑 几乎没有一点瑕疵 眼睛也很明亮清澈 完全不见眼带眼纹的痕迹 再加上天然的野生眉 活脱脱就是一位素颜美女 对此 网友纷纷迪丽热巴过于随性 事实上 迪丽热巴一直都随性不羁 甚至当提提裤子 仔细看迪丽热巴在现场悄悄地提裤子 而她的身后还有摄影师在拍摄 实在太有趣 之后工作人员上前和姐姐们沟通细节 迪丽热巴还是没有停下手头上的动作 又开始提另一边的裤子 随性不羁的模样让粉丝忍俊不禁 不过迪丽热巴虽然随性 但却十分热心 细心有涵养 从细节也能窥见一般 譬如大姐秦海露的行李箱打不开 迪丽热巴便化身为热心市民 蹲下身子帮忙 秦海露没法代卖 迪丽热巴又化身为工作人员贴心的帮忙 坐沙发的时候 也不会将鞋子踩在沙发上 和杨幂的行为反差很大 不难看出 迪丽热巴不愧是九十花顶流 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 而她的人品也经得起推敲 作为热巴含有的综艺 希望她录制顺利 玩得愉快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